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Holidays Channel 有沒有看我的影片的朋友跟我一樣是 接受不了2018年是已經過了一半 所以如果大家都有新年目標是未實行的話 明天很開始做了 如果不可以眨眼就要脫掉了 而且眨眼就到了20年代 很誇張 我今天說的主題是 算是我一條舊片 我來澳洲之前不知道的五件事 我來到澳洲最令我吃驚的五件事 我是不會說蛇蟲鼠系的 因為我已經不再怕蛇蟲鼠系的 蜘蛛已經變成我的好朋友 我要數的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眼中的澳洲國寶 袋鼠命 其實我是很不厭其煩的再說這個point 因為上個video我已經示範了吃袋鼠 我還見過什麼呢 我肌苗肉乾 我個人是吃袋鼠 還有陸肉 還有兔肉 還有兔肉 不僅是吃袋鼠 原來在澳洲 袋鼠被車撞死是家常便飯 在郊外地區牽涉到袋鼠 等等動物的交通意外是 所以是這裡一年不知死多少袋鼠 第二原來澳洲是賭錢皇國 基本上這裡是隨處可見的 是連住間 老虎機房 是閒閒地都開到 凌晨幾點 是那些pub已經收檔了 但是就 旁邊那間gaming room 是還開門 這裡說那些pub 全澳洲都常見 除了 西奧 都要認住 這兩個名字 我們上次是 十分鐘之內 輸了 十分鐘之 第三件令我驚訝的事 就是澳洲裏面的亞洲勢力 沒看過我影片的朋友 其實我是 英國、美國和澳洲的 我是覺得來到澳洲 你的感覺最不像在外國生活中 跟大家形容一下 Aderley是一個怎樣的地方 這裡是沒有H&M 沒有Starbucks 但是City的中心地帶 竟然可以找到 美芹拉麵 紅茶 還有Daiso 還沒計算整條同仁街 裡面很多其他東西 之前有觀眾朋友問我 美、英、澳三個國家 我目測哪裏最多華人 我想都不用想 其實我是回答你澳洲 不過不是說 數目比英未多 由於澳洲是大城市 只有幾個 所以華人 或者亞洲人 是比較集中 所以我剛才提過 那些連鎖店 是真的很多市場 不過不管亞洲人口大不大也好 澳洲本身其實都是一個文化匯聚的地方 我覺得相比起英國 在澳洲明顯地 你去西式一點的Pub 和Cafe 都很多時候在菜單上面 看到有Asian Christine 但是去到這些Pub 當然是不要選一些 外國人煮的亞洲菜來吃 我也中過福 是比亞洲餐廳 貴一倍 還有 冷死10倍 第四 剛剛來到澳洲 新認識的同事 問他們幾多歲 他們是說 14 14 掃掃手指 嘩 是小我成 89年 澳洲其實是21歲 或者以下的員工 是賺某一個percentage 的minimum wage 越小就賺得越少 所以JT都說 很多做飲食的都爭著請小孩 我知道香港15歲都能打工 但是我想在學期中 大部分學生始終是學業為首 但是澳洲這些學生 很多閒情日子 正常地放學走去打工 所以來澳洲working holiday的朋友 給定心理準備 給同事是可能 是你十年八載 第五 這裡有很多選舉黑材料 我知道世界各地 每逢有選舉都是 大家千方百計 就是想令到你不喜歡的候選人 普通選人 但是 來到澳洲 令我大開眼睛的是 信箱裡面是充斥著 這些唱商人的單將 是遠比普通宣傳單將多的 我真的很佩服他們這麼等本 做這些抹黑人的單將 有些很有創意 這個是一張拆拆卡 你投給這個人 就沒有運行的了 第一格是Rising Cost 第二格是Job Losses 我不知道關不關這裡是 強制投票市 是否想影響那些 不知道投給誰好的人 好像Inception 看他們來說 不要投給這個人 不要投給這個人 上面同志婚姻也是很多 這些 It's okay to vote no 雖然我覺得 這些黑材料 是有一點本末導致 好像抹黑人 比我更重要 宣傳自己的政綱 不過不是很懂政治的 我欣賞這件事 象徵著言論自由 那今天就先分享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以上五件事 都覺得驚奇的話 記得給個like我 還有第一次看我影片的朋友 記得subscribe我頻道 歡迎你們看這兩個相關的影片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 拜拜